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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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要 要快的把第五章讲完 然后进到最重要的第六章 好 那我们上次讲到就是 这一章的前半段 都在讲软体的 就是OS啦 OS level 然后是software level的scheduling 所以有什么shortage job 等等的scheduling algorithm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hardware level 其实在CPU 或者说在整个主机 computer system 在运作的时候 hardware level也有 scheduling的decision存在 所以这其实是分两层的 那上次我们提到 比较重要的部分应该是 在processor这边 其实scheduling的问题很多 不是只是CPU这件事而已 其实还有跟你的memory access 还有cache 整个系统的运作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所以就提到 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 affinity的概念我们很早就提过 它的定义就是我们可以把process 执行序 把它给pin在或是bind 到一个特定的一个processor 或者processor的core上面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去reuse 增加它的cached的heat rate 因为其实不同的processor 它的cache通常是不share的 就是不共用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affinity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scheduling的decision 可是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借此 增加你的cache line的reuse rate 那你跑起来速度就会更快 毕竟cache 还要比main memory要快 对不对 所以有这个affinity 这个动作 那另外一个呢 也跟scheduling 跟memory access 也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我们也介绍过了 其实我们的computer architecture 或是在memory architecture上 其实有分成pneuma 跟yuma两种 对不对 就是它的memory access 它也是uniform 或是non-uniform 那我们说通常scale 比较大 比较powerful的computer system的话 比较多的processor 就会采用这种pneuma 就是non-uniform 因为它的memory也可以有hierarchy 大家有点遗忘的话 可能要回去再看一下 我们在 应该是chapter1 或introduction的时候 有介绍过 那重点就是 你在不同的cpu 去assess你的memory 根据你的memory 是放在 你的memory的content 放在哪一个memorychip上 它的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在schedule你的process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把它schedule 没有在跟你的memory 是相同的位置 这样子你的memory的 assess time 才会比较短 毕竟memory一旦create好 对不对 memory一旦被create了之后 它就当然就在那个地方 因为如果你还要去migrate 你的data 这是cost是比较高的 很花时间的 因为在做memory copy 对不对 可是processed scheduling 本来就是我们知道 每一次我们的OS 都可以做rescheduling 对不对 periodically 你都可以 只要有空的core 都可以run 所以说 如果你的memory 当初在这边create的话 之后你可能也会希望 放在同一个processor上 这样的memory access 才可以比较短 所以在这种 neuma架构下 其实在写threadprogramming的时候 也是一样 都可以通过一些flag 去给OS 或者community system 一些hint 要求它 你比如说memory allocation 一定要在local的 或者是 就用刚刚的affinity的概念 你就会把它绑在 不一定要同一个core 可是至少要同一个cpu 所以在neuma protection 如果大家回去再看的话 就会注意到 所谓的neuma 是以cpu为单位 然后它会有 比较近的 这个memory的chip 所以这个cpu上 可能就有好几个core 那run在哪一个 无所谓 因为它们都可以access到 同一个memory bank 好 所以其实 这个neuma architecture 这个 对process scheduling 影响也是 也有存在 会严重的影响 你的执行的效能 好 所以你也看到了 就是 因为有这种memory 或data locality的事情 所以说有时候 使用者是会想要把它 指定在某一个processor上的 但它的trade out flat 就是low balancing 就是大家稍微aware就好 对不对 可以想见的 因为如果你当初 因为你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processed schedule 在哪一个cpu 或是core上 可能就是random你决定的 可是一旦在那边run了 你可能就create了data 对不对 就开始有你的cache 那你之后就可能想要绑在上面 那可是这样的结果就变成 那个processor 或是那个cpu 它的loading 或是在上面想要执行的 process的数量 可能就比别人多啊 那自然 你的wait time 就会久 对不对 那就是不balance 所以这个locality data access的这边 跟你的整个 overall系统的load balancing 往往就是一个trade off 那load balance 这边只是很概要的讲 所以这算是知道了 就是 其实在我们的 尤其在hardware level internal的一颗cpu 它通常一定都会implement 一些load balancing的机制 然后让每一个core 可以有差不多的 执行的loading 对不对 这样才可以减少大家的wait 那它怎么做load balancing呢 我们通常就是会把它分成 所谓的push跟pull 那 这只是定义啦 所以说 push的定义你可以看见 就是说 从这个loading比较重的人 把它push到loading比较轻的 这个我们通称为所谓的push 也就是你 migrate一定是从高的 一个process从loading高到loading低 所以如果是从高到低的 或者那个高的人主动去通知低的人说 我要把我的工作丢给你 这就叫push 这样我就把东西push给你就对了 这个就叫push的model 因为 买规的过程一定有一个source 一个destination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是谁先initiate这个动作 就会分成我们这边说的两个model 那如果是loading高的人先initiate 他主动的说 我要把我的load交给别人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push 那pull就是反过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loading低的人 他发现他自己的 可能他已经queue里面空掉了 甚至已经到idle了 那他想要 当然知道他就看 看有没有人有多的工作可以让我做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叫pull 就是拉过来 把工作拉过来 所以这两个结果其实是一样 差别只是在有点implementation上 或者design上的差别就是push是从高的人 loading高的人先initiate这个动作 migration的动作 那pull是反过来的 那 那 这两个差别 实际上到底你会怎么选呢 其实是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看你整个系统的loading 到底是高还是低 因为你会想到migration 他一定要两个人都同意 就是一个人loading高 一个人loading低 然后才会成立migration的动作 那每一次的在询问 都是浪费时间的 所以其实initiate为什么重要 因为你希望initiate的人不要太多 不要在run time 每一个process 每一个processor 都说我要做migration 然后结果是 其实大家loading都很高 不能做migration 那就变成浪费时间的一些overhead存在 所以结论就是 如果整个系统loading都很高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很少人loading低 所以很少人loading低的意思就是 我们会希望用pull的model 因为pull model说 loading低的人去initiate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就会想少一点的人 对不对 真的是觉得loading低的人 他才会去trigger这个event 如果你用loading很高的 然后你用一个push 每一个人都说要push 那结果 事实上loading低的人 就只有那几个 他们要去找到那些人 就很浪费时间 对不对 所以在loading高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喜欢implement pulled migration 那反过来 整个系统 overall 系统loading很低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没什么工作的话 我们就会implementpush的model 对不对 所以只有很少数的人 会trigger这个migration的event 所以 这个是实作上的选择 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存在 就是loading高 我们就用pull loading低 我们就用push 好 那这只是 对啊 migration在implement上面 就是 两种选择 然后会看 基于系统的特性 去做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 尽量 目的就是减少 在migration的时候 你要去找到 适合migrated的对象的那个问题 好 所以这照片知道就好了 所以 比较重要我想还是affinity 还有you 为什么我们process 就是process必须要去bind到某些特定的位置 那它的contrading就是这个load balancing 上 它其实就会比较差 所以这两个其实有一个tradeoff的存在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再进去更深一点 再单一一颗CPU 可是我们知道一颗CPU 它可能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model core的存在 对不对 那 这种系统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都是多核心的CPU 对不对 那在这层level上面 在scheduling上 甚至于是单一颗核心 一个core里面 然后你要执行很多个thread的话 这种更low level的时候 它要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memory store 所以大家如果 修过了computer architecture的时候 就稍微有点概念 知道我们其实在一个instruction的执行的时候 是分成好几个cycle的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ssess the memory 这件事情 但是当你是把 每一次把这个 一个单一CPU就好几个core 或者一个core里面 你想要执行很多thread的时候 它的这个memory bus 其实是shared 所以说 不同的instruction 有可能它就会撞到 它的memory cycle 就可能撞到这个memory bus 有一个collision 那就会有一个store的 这个状况产生 对 所以 就会有这个memory store 意思就是说 当有memory store产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CPU 它是没有在执行instruction的 对 之前是卡在memory的IO这一块 所以说呢 就会有我们现在的这种technology 像是hyperthreading 在intel的CPU里面 或者是到了GPU 现在越来越popular 这些graphic card for计算上 它都会跟你讲说 一个core 我就可以有好几个hardwarethread 可能可以到10 或甚至以上的数量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你可以有很多的thread 同时在一个core上面执行 速度却不会变慢 就是因为你去utilize 这些memory store的空间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scheduling的问题 这当然一定是在hardware level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子 就是在利用在memory store的空间 去scheduling另外一个thread插进来 这个也是hardware level 这边的scheduling的事情 所以概念上来就像这边看见的 如果我们可以overlap 执行跟memory的cycle的话 我就有机会塞进两个thread 甚至于我可以如果增加一些 其他的register 有可能就像我们做GPU 这种比较specialized的hardware 它甚至于可以塞进更多的thread 同时执行 然后不影响它的执行时间 这也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就好 就是hardware level 这边一些跟scheduling相关的 那在刚刚像那样子的 这种technique的这种做法来讲 它会有一个基本的简单的区分就是 毕竟你会 我们知道这是hardware level的pipeline 对不对 所以这已经是到了 一个instruction执行pipeline的过程 所以说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是有可能你会有branch的这种事情 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copy documentation也有交互 所以这种时候你甚至有可能 你要换掉一些instruction 所以在这边呢 基本上就会分成两种 不同level的 怎么样去把它flush掉 这个pipeline的做法 这个跟我一直稍微观点性少一点 所以大家稍微知道就好 所以会分成所谓的gross grain跟fine grain 所以gross grain意思就是说 我会把整个这个 我的pipeline给它flush掉 这是所谓的gross grain的做法 那如果fine grain的做法 就是因为 当你碰到memory store 对不对 你就想要换成 等于是一个非常 在hardware level 在做contact switch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当你碰到memory store的时候 我想换到另外一个执行去的时候 所谓的fine grain的做法 就是把这些pipeline上的state 全部保留 保留的方式 当然就是增加register hardware register 所以你就把它switch到 这些hardware register上 然后呢 让另外一个人再做执行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fine grain 所以简单讲 就是cross grain 它会flush我们的pipeline 也有这个memory store产生 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人去做执行 那如果是fine grain的话 我们就保留它在pipeline的state 然后呢 去执行没有memory store的那一个thread的指令 好 所以我们提到了蛮多相关的 你可以看见都跟scheduling有关 但是其实这些 我们刚才提的呢 就是比较在hardware level 所以重点就是说整个computer system来讲 你会有software level 就是我们OS这边 它会去管理这个process 在我们OS的ready queue的顺序 然后呢 可是到了hardware level 其实还有很多的scheduling的存在 那这块当然 我们都是已经依赖到就是processor啊 或者是CPU 在制作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hardware level scheduling 直接做进去了 那对于OS 而言它care的可能就只是 我现在有多少 或者说下面的hardware跟它讲 我现在有多少可以执行的process 然后顺序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OS这边负责的 好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会 也会现在提到 就比较重要的 就是realtime的scheduling 所以 我们之前介绍一些OS的scheduling 都是 用waitetime啊 或者是这种整个系统的角度 但是其实我们说过 有一类型非常特殊的 这种application 就所谓的realtime的application 那realtime的定义 再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指说 必须要在dealtime之前 完成那件事情 这叫所谓的realtime 而不是越快越好 而是 重点是有一个dealtime 所以跟一般的scheduling问题 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scheduling 我们不会知道dealtime 对不对 可是realtime的人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dealtime 然后目的就是要在那之前做完 那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就会有分成所谓的soft跟hard 对不对 所以soft就是尽量 去避免missdealtime的事情 那hard呢 就是指你必须要有一套 algorithm scheduling algorithm 它可以guarantee 所以是更严谨的 那当然这为什么会有soft跟hard的差别 当然就是你的应用上的差别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这种media streaming 就没差 所以你会看见有时候影像 有时候非常清楚的时候不太清楚 但是它会尽量的对不对 让你可以看得见它的这个图 但是hard的勒 其实应用非常广泛 就是大部分的control system都是hard 像是汽车 对不对 那我们说武器 或者是核电厂的东西 这些 当然这些系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你只要一个错误 你只要missdealtime 代表意思就是你可能会有车祸 你的车子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制 或者是你设的目标就会设偏离 那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hard real-time application 好 那这一类的问题 其实是有很general的方式去描述它的 所以对于所谓的real-time application 它的scheduling问题 我们都会用三个tuple 这个tuple里面有三个 这个parameter来去描述它 就第一个是一个ready 就像一般的工作 我们之前看到的嘛 就是ready time 什么时候 这个process开始进断我们的系统 开始做执行 这部分是一样的 然后有execution 所以execution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 CPU burst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 它每一次要执行一个CPU burst 它的这个burst time是多少 那第三个就是real-time才特别会有的 就是period 其实你也可以发现就是所谓的demeline 意思就是说 多少时间我会下一次的CPU burst会产生 所以对于real-time job而言 它要能够保证它meet deadline的话 其实就代表这种job必须要很有规律性 它根本没有规律性 基本上你也没办法做任何的scheduling 因为预测错误可能就已经missed deadline 所以在这边的话跟之前不同的是 我们的CPU burst一定会重复的出现 而且是假设它会非常有规律的 就是每一次出现 每一个period 比如说我们后面这个例子 十 那就是每十个time unit 它会出现一次一个burst 然后每一次burst里面会有四个time unit 必须要执行完四个time unit 那每一次你就是必须要在下一次burst来之前 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所以我们的描述就会像这个样子 ok 好 那scheduling algorithm 我们说过因为hard其实是更难的 所以real-time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 然后当然要为了保证 deadline algorithm 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你可以看见很多可能是theoretically去分析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它的pattern等等 那我们这边会介绍的呢 就只能是用在soft real-time 也就是尽量去满足它的 deadline 那很常见的两个基本的做法 第一个叫做ray monotonic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static的priority scheduling 也就是说它会固定每一个process它的顺序 based on什么呢 它的period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多快它会有下一个arrival的这个CPU burst 那越短的就有点像各位写作一样 越短的你可能就觉得它比较敢嘛 对不对 所以 deadline 时间给你这个时间越短的 通常就代表越急的 所以我们就让它先做 好 那这是一个static的algorithm 因为你可以看见它的priority based on 是period period是一个given的constant 所以代表它是不会变动的 在run time的时候 好 那这个就是有名的所谓的rate monotonic 好 所以rate嘛 就是那个period 好 monotonic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sort的时候 它就是non-decreasing 对不对 就是单一性的 就是越来period越来越长的 就是越来越慢就对了 好 另外一个呢 更常被用到的 它是所谓dynamic的scheduling的方式 叫做earliest deadline first edf 好 这个algorithm呢 是大家最熟悉的 因为各位写作业 我相信都用这个algorithm 对不对 看看deadline 哪里剩下三天了 我就打快先做再说 因为假设做不完就fail 任何一个作业 都是非常critical的 对不对 那当然是deadline最近的 我打快做 有时候period很长 不代表它的deadline是最近 因为就像很多作业 我们很早announce 大家就放在那里了 对不对 等到发现的时候 哇 只剩两天 来不及了 那先做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关联性的 所以deadline是depends on 目前的状态 谁是下一个要du的工作 我就打快先做 这就是有名的EDF 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dynamic priority algorithm 可以看见跟刚刚的差别 那另外也很有趣的是 这个algorithm其实可以被proof 去证明说这样的algorithm呢 最少它可以满足百分之多少的deadline的job 就是你的missdeadline rate 最高最高不会超过多少 其实是可以被 反而是可以被证明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其实 你可以看见它是 一定可以把它model成一些数学的问题 所以EDF其实 并不是一个很糟的algorithm 事实上是一个蛮不错的algorithm 而且它有一些theoretical的bomb在那边 好 但是它不管保证 不会missdeadline 还是有可能的 好 好 所以这两个algorithm 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 所以这边我们直接看例子就可以了 重点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fixed priority的algorithm 那就像这边的这个例子 这个arrival time 没写了反正就从零开始了 简单嘛 然后每一次这个三个tuple 这个tuple里面三个 每次大家自己要注意 像刚刚前面我们是先写execution 再period 其实但这边的例子 我们先写period 再写execution 所以稍微仔细看一下 当然period一定是比execution长 对不对 所以如果execution大于period 那当然missdeadline 这没有意义 所以这边就假设我们有三个 所以这每四个timeunit会来一次 然后每一次我只要执行一个单位就好 那这次五个会来一次 可是我每次要执行两个 那最后一个是20跟5 那based on这个definition 对不对 我们就要给一个priority 那based on它就是它的period 所以我们知道period这三个刚好就是4 5跟20嘛 所以越短越先 所以就代表te大于t2大于t3 好 那决定了priority之后 其实我们接下来这个algorithm的做法 就跟priorityscheduling是完全相同 也就是我们就先看 对不对 谁的priority最高te嘛 对不对 第一个task priority最高 那可是它只要一个执行单位 所以就执行一秒 一个timeunit就结束了 好 那下一个该谁 对不对 当然是t2 好 那不要忘记 一样我们就只有readyq里面 所以t1这个执行完就代表4 这一个 所以我们下面刚好把它mark起来 有没有 这每个颜色就代表那个task arrive 所以在4之前 红色我们做完 那它就是不会再readyq出现 好 那所以现在q里面剩下的应该就是橘色跟绿色 那橘色先嘛 对不对 t2先 所以当然我们就先执行它 那就是两个单位 好 然后呢t3 再做执行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里面只剩t3了 好 那这个例子 好 我们是用可以preempt的 好 所以不要忘记吗 preempt跟non-preemption 对不对 所以在preempt的状况下 那四道的时候 绿色我们才做了一个timeunit 它就会被打断 因为这时候 红色它又再次出现了 对不对 那所以红色出现 它就是先做就对了 好 那所以就会打断绿色 然后一样先做红色 然后呢 做完红色之后 橘色 刚好又也出现了 所以橘色 仍然比绿色的priority高嘛 所以我们就再继续做 做两个timeunit 好 那这时候刚好有个空位 所以就是绿色去做 好 所以没问题 所以以此类推 应该又回到红色 然后这个时候 所以模拟的时候 自己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红色做完 其实绿色呢 已经在这边等约 就只做了一个 两个timeunit 对不对 可是橘色还没来 所以刚好又有一个空位 所以绿色就会先做 所以只有当橘色跟绿色不做 橘色跟红色不做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绿色 好 所以我想后面大家就自己模拟一下 稍微有一点点 常常会交错 所以大家自己模拟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过它的原则 其实很单纯 就是priority scheduling 然后不要忘记 它是以period的到处来做ranking 所以period最低的就显著 它其实不管execution time 你可以注意到 这边如果今天我们就算改成4 它还是一样 或者绿色它是20 可是我们把它改成19 那还是一样 它的priority是最低的 因为它只看period而已 好 那重点是它是一个static的 所以当然它就有很多的坏 其实结果不一定会特别的好 那下一个呢 就是edf 所以edf 其实 它其实算是dynamic 它可能一直在变换更复杂 可是其实大家比较容易去想像 它执行的过程 所以这边我们假设就只有两个task而已 然后一样当然时间长的就是它的period 然后短的就是它的execution time 那 那 一样t0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们会先做哪一个呢 我们并不会看period 我们其实只是看的是 所谓的 deadline 所以 对于t1而言 它的下一个 deadline 就是两天后 对不对 另外也是五天 所以两天比较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做红色的部分 好 然后呢 剩下时间我们就可以去做 橘色的部分 好 那 那一样橘色做到这个下一个蓝 这个红色进来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它会不会被打断的问题 对不对 那 可以看见 对于红色这个新进来 它的 deadline 呢 会从2进来嘛 所以再加2 所以是4 那橘色是同一个task 所以它的 deadline 还是5 所以4比5比较小 所以 红色现在是比较紧的 所以我们就先做红色的部分 OK 好 好 那 当然 这个橘色呢 等到红色做完 就可以去做橘色 可是你就可以注意到这边 4 所以下一个 这个红色又arrive的时候 我们的decision 就会倒过来 刚刚我们 红色进来 我们就让红色先做 可是在4这个时间点 红色是进来了 可是它的 deadline是6 那橘色呢 却是5 对不对 5其实是比较earliest deadline 所以其实橘色的priority是比较高的 所以橘色其实会继续做 做完它剩下的 因为它一共做2.3的time unit 这边做完1.1 所以当然剩下就是1.2 所以其实比较 可以注意到这边 其实超过了4 它继续做 意思就是橘色的priority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dynamic的priority 对不对 因为前一个时间点 红色的priority高 可是下一个时间点 却变成橘色 所以它完全就看 当下的状况 谁的dayline比较赶 那谁的priority就比较高 好 所以我想后面就一样 大家可以去自己go through这个例子 然后make sure 但尤其在考试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这个算的长度等等 自己要留意一下 但dynamic这个edf 其实是一个dynamic的scheduling algorithm 所以你每次都要重新决定 谁的priority高 然后不要忘记 在一个这个period的里面 你只需要做execution time的单位而已 这个0.9 做完了 它就离开ready queue 就不需要再考虑它 不要忘记 然后只要一旦有新的task 进到我们的ready queue 对不对 下一个period到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再去决定一次 到底谁的priority是比较高的 好 好 ok 好 ok 好 所以这个remotony realtime的scheduling这边 大家 两个非常基本的agreason 应该要稍微知道